低密度脂蛋白多滴是好 心血管疾病 五个分层供参考 大家好 我是中医孔大夫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逐渐重视血脂检查 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它的高低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般我们看低密度的高低 首先通过化验单上的指标 一般化验单上显示的上限是3.4 那么是不是低于3.4毫毛每升 没有箭头就是正常的血脂呢 当然不是 关于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我们不能光看化验单上有没有箭头 它的高低 主要通过心血管危险因素分层来确定 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多低比较好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讲解之前 你可以先点赞收藏 以免视频丢失 根据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分层 来确定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所要达到的目标值 我们将心脑血管疾病的分层分为 低微、中微、高微、极高微 以及超高微 心血管危险分层评估 属于低微和中微的原因群 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3.4毫毛每升以下 是可以的 也就是我们化验单上的上限 心血管分层评估属于高微的人群 比如患有糖尿病的人群 需要将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控制在2.6毫毛每升以下 心血管危险分层评估属于 极高微的人群 比如有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像已经得过冠心病、心脚痛、心肌梗塞、脑梗塞、心脏、放过支架、搭桥树后等 这样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虽然没有得过心脑血管疾病 研究属于超高微人群 这时候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要控制在1.4毫毛每升以下 控制饮食健康生活式基础 无论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是否达标 都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 饮食上拒绝不健康的食物 如肥肉、奶油、蛋糕等 这些含有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以及各种动物内脏、鱼籽、鱿鱼等含有胆污醇比较高的食物 还有一些油炸食品 像油条、油饼、油炸糕、炸土豆条、炸鸡块等 这些含有反式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以上这些食物都会导致血脂升高 偶尔吃一次没有问题 一定要控制好量 否则容易加重血管垃圾 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升高 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粗粮 适当地补充鱼肉、坚果和奶制品等 多参加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如果在饮食和运动的基础上 不能使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达标 就要结合着他丁类降脂药物来控制血脂 最终目的是使低密度脂蛋白胆污醇 控制在目标水平以下 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way 咱绘 队 但 我们下期再见